第11题 下列有关物体质量与密度的叙述何者正确 A 将铝块等体积分成两块 每一块的质量与密度皆减半 我们的体积切两半 我们的质量就会变一半没有错 但是呢相同的存物质有相同的密度 我们的铝块切两半之后密度并不会改变 所以呢我们的选项A是错的 B木块会浮在水上乃因木块的质量比水小 这个是错的 会浮起来是因为密度比水小的关系 而不是质量比水小 C 纯水制成的冰块融化成水后 其质量与密度皆不改变 我们的水变成冰冰变成水质量不会变是对的 但是水及冰的密度不同 所以密度不变是错的 猪 在装少许的水的烧杯中若加入密度 每粒高峰0.8公克的酒精 则烧杯内的液体的质量增加 但密度减少 这个是对的 因为我这一杯水加了东西进来 所以质量会增加 但是我加进来的东西的密度 比我本身的密度要小 所以我们的密度平均起来就会减少 所以选项猪是对的 所以第十一提问我们说 下列有关物体质量与密度的叙述 何者正确 我们答案选的是 猪 在装少许水的烧杯中若加入密度 每粒高峰0.8公克的酒精 则烧杯内液体的质量增加 但密度减少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布